产假期间,社保费用谁来承担? 还是个人承担? 马上公司还有一个月就不全转账了,就就消了 我非常着急 那如果要提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还是要回顾到我们社保法的实质 或者是社保的实质 我们一直在说,社保呢,它依附于我们的劳工关系 只要劳工关系在,社保关系就应该在 那单位就应该严格按照社保法规定 按期足额的给我们的员工去缴纳这样的社保费 不管是正常上班的女性职工 还是定价产假期间的女性职工 好,所以我们说了,产假期间的社保费 到底应该有时去承担呢? 主要就看产假期间 我们这个女性职工到底与单位 是不是还承担着这样一个正常的劳工关系 这样一个衣服关系,如果弱然存在 那我们的社保部分 是因为我们的社保,是传假期间的社保 就应该用单位去承担缴纳 但虚弱会的是,社保工业的部分 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 那么公司只承担单位奖费部分 就是统筹部分 个人部分还是应该由个人去进行一个缴纳的 好,那么传假期间的社保费应该有时承担 这个问题您分享 关注我们不迷路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支持